好,我们可以点击新建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我们找到我们第八章的综合应用实例 好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加工系统 在这里我们点击机床类型 找到洗床 我们点击默认 然后我们就新建了Motion Group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材料以及刀具的设置 下面我们点击刀具路径 然后点击外形洗靴 我们启动外形加工 在这里我们需要输入 NC名称 就是我们创建的程序的名称 好,我们更改名称为 二维加工 好,确定 然后在弹出的串联选项对话框中 我们选择串联 选取我们打开的图形 好,确定 好,确定 点击选择 点击选取库中的刀具 好,我们找到 217号刀 好,我们点击确定 好,大家可以看到 217号刀是平底刀 其刀柄直径为8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平底刀 直径为φ8 好,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好,我们对刀具的参数进行设置 我们设置刀具号码为217 刀长补证217 刀镜补证217 在进给率一栏 我们设置进给率为800 主轴转速 我们设置2500 下刀速率 我们更改为300 提刀速率 我们可以点选快速提刀 好 点击确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 对切销参数进行设置 例如我们可以设置 捕证的类型 在这里 捕证类型 分为电脑控制器 磨损 反效磨损 电脑的意思是指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电脑进行计算点 来完成 来完成 补证 而控制器 我们可以在程序中出现 G41或G42代码 一般我们可以选用电脑 当然也可以设置 币边预留量 以及底面预留量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设置 净加工的侧臂余量 以及底面余量 在深度切销一栏 我们可以设置 深度切销 我们可以勾选 深度切销 输入最大 粗切 布进量 我们可以设置 为 1.0 精修量 我们可以设置为0.5 在深度非层切销顺序中 我们可以选取 一兆深度 在进退刀参数中 我们也可以进行设置 例如我们可以设置 进刀的方式 例如我们可以设置 直线进刀中的垂直 或者镶嵌 其长度 可以设置 100% 或者 其余的参数 也可以设置 圆弧进刀 我们可以设置 圆弧进刀的半径 以及扫描 还有 螺旋 高度 在退刀一栏 也可以设置 同样的参数 例如我们可以设置 直线的垂直 向前 以及 圆弧的半径 好 我们可以保留参数的默认 在 贯穿一栏 我们也可以设置 贯穿的参数 在 飞层洗削 我们也可以设置 飞层洗削 次数 初加工的次数 兼具 以及 经加工的次数 以兼具 在 共同参数一栏 我们需要 设置 安全高度 我们可以更改 安全高度为一版 更改 参考高度 为25 更改 下刀位置 为10 弓箭 表面 为0 深度 我们更改为 -15 好 点击确定 下面 我们就可以 生成 刀具 路径 并 验证 好 我们 点击 验证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刀具只是走了一个深度的路径 好我们在这里可以重新生成 好我们再次模拟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加工的路径就是分成了15次好我们可以点击重画 然后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实体模拟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模拟刀具及刀头 然后更改停止选项 更改为碰撞停止换刀停止 好我们模拟 好我们可以提高模拟的速度 好这就是我们切销完成后的效果 好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也可以点击导出后处理 我们可以点击覆盖 好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就导出了我们的二维加工的程序 好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保存 第八讲就讲解完成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